《壇子鄉》 還有一個就在壇子鄉 尤先生 他自己親眼見到 他說他在台電上班 有一個姓鄭的朋友 鄭先生 這人真替耐 他就認為鬼神的事情都騙人 都不是真的 就是無稽之坦 很可笑 這個壇子有一個宮廟在做中原普渡 佛老大公媽 鄭先生經過的時候 看到他普渡坐著大排長龍排一條 很多善男性女在很堅性 所以有的時候同學你在這個小組討論 整組很虔誠 很有向心 或者你在做這種 學佛的儀鬼禮儀儀式的時候 很堅性 沒有善心的 我是說你慢一點帶來 你應該在外面成全 等他已經有了盡性才帶來到場 原因就在這裡 他看你很虔誠 他心裡會覺得你很好笑 你們這些都已經生到頭上都有問題 他會生起這些下列想 打妄想 所以他看到像這個 鄭先生看到人家在佛老大公 也在那裡擺 共品擺著一個長桌子這樣 香火鼎盛 而且那個共品很豐盛 不是說要擺著穿幾行去那裡 有就好了 擺得很豐盛 水果挑得很漂亮這樣 他心中就很火大 他就看起來 他就很氣 很憤慨 這個人很悲心這樣 這樣的人就沒什麼善根 他就很不屑 擺什麼擺 擺外吹就好了 他就去拿那個共品 有一串龍眼 擺老大公 他就去把它遮下來 就擺那個龍眼就在那邊吃了 這個香噴噴的水果吃下去 肚子馬上就痛了 回到家裡送到中山醫院 一直查不出病因 到當晚十二點竟然死在醫院 要火火的把它弄死 這個鬼道眾生跟神明 跟佛菩薩是不一樣的 鬼道眾生他跟人一樣 他就是捨爆以後 他還需要修行 修得 他的這個個性 喜氣 脾氣也是很強的 你這樣故意的去給他們挑釁 觸怒他們 有的時候很大的麻煩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中原普度 中原普世的時候 同學你看到我有沒有 我都很慶幸 我都一直想 怎麼樣沒有招待好 沒有普世好 可以還做更圓滿一點 我都一直想這樣 怎麼請地藏王菩薩諸佛菩薩 用佛法加持大家則對大的利益 為什麼我很虔誠呢 就是因為我們平常同修 在弘法度眾的時候 常常出了這個傳承的上師三寶 護法慎眾的加持 空性的加持 常常都是這些鬼道眾生在呼持 那就是我們同修不知道 都是鬼幫你很多 你的店裡生意好 你這個事情順利 你的生意順利跟人家往來順利 很多都是這些善良的鬼 信佛的鬼在一直幫你推動的 只是我們不知道 那難得可以這樣好好的來 給他們做普世 那當然要誠心誠意了